好 那麼現在麻煩各位老師您一樣找到這個範例檔案 我這裡面有準備一些數位照片檔案跟音樂的檔案 那音樂檔案就先不用管啦 我們 從這邊進來齁 您看一下在Photocap的 數位照片我想您先從這個 從這個什麼 P4功能裡面應該可以找到一些啦 我把它變成縮圖 有沒有 這個我們去那個新色花海啊 就去年 去年的 去年的 或者 其實你自己找看看沒關係 因為 不用說特別限定要哪一個啦 因為這個也是我們新色花海的 我覺得這個效果還不錯 像 假設我要拿這一張 平常老師開檔案不知道說 是屬於乖乖牌還是比較屬於 乖乖牌的 我是這樣開啦 我們是比較人性化一點 老師如果是乖乖牌就是這樣啊 開啟 瀏覽 其實都一樣啦 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要開檔案 假設您的照片已經就是 資料夾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就按著它 按著不要放 拉拉拉拉 拉到下面不能放開喔 等到 那個軟體打開了 拉上來上面才放開 所以 以前有一句話嘛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這樣比較人性化一點 好 您參考一下 那畫面就還給您 您看到這兩張 我特別把它拉出來 有時候你會看到這個有沒有 他要問你說 要不要註冊嗎 要不要註冊 隨便你啦 不要就關掉就好了 好 那這兩張 因為這一張 這個相機拍的是用16比9的 現在相機也有16比9的 你可以切成16比9的 所以這是16比9 這一張是4比3的 好 所以你會發現 怎麼會好像切一半啦 不是我特別把它切這樣子 是因為拍的時候它用16比9模式 那麼不管用哪一種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怎麼知道這張照片什麼時候拍的 其實有一個資訊您可以看一下 在哪裡 您看一下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ESRF 有沒有 好 這個其實我們相機裡面都有 事實上 您在右下角這邊也可以看到 有沒有 Kanel的 什麼牌子 光圈多少 快門多少 有沒有 其實這邊的話還是看得到 右手 左手邊這邊還有告訴你什麼 它的尺寸多少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看 也可以點這邊來看 來我稍微拉過來一點 您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檔案大小 哪一個牌子 哪一個型號 什麼時間拍的 這些都有 啊你用什麼 自動的 好 這些都看得到 好 那你看到這些之後呢 就是給你做一個參考 這個資訊呢 除非你特別把它拿掉 不然的話會跟著你的數位照片一起走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怎樣 去 特別去說 啊我再把日期打進去 因為本來就有了 相片裡面就有了 對對對 相片裡面就有了 嘿 那 我這邊倒是有一個 疑問要問一下老師囉 欸我們都說 欸這個相機是幾百萬像素對不對 請問那個怎麼算出來的 蛤 就是長乘以寬啊 真的啊 這個長 乘以它的高嘛 這個高 所以你看 3072乘1728等於多少 300多嗎 不太可能喔 答對了 其實你就把它簡化 300乘200 3000乘2000 因為 欸 其實老師如果不小心 我們心算沒有小朋友厲害 至少我們會一個東西啊 小賺盤啊 對啊 哈哈哈哈哈哈 您看一下3072乘1728 有沒有530幾 那這個 一般來講 這樣應該是差不多是 算500萬啦 那如果它590幾580幾就號稱600萬 這每一家都會不太一樣 會有一些差距 會有一些差距喔 所以 這個您可以做一個參考 你就知道那個幾百萬是怎麼算出來的 怎麼算出來的 好 那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怎麼修 其實一般來講有時候 這張是還好啦 這張還好那 像 一般來說我們可能會有什麼 直接從上面來修就好了 如果您覺得比較暗的 我可以直接用補光 啊因為是原池檔案所以 所以速度會比較慢一點點 齁 也沒有補光 有啊 你如果想要 看看使用前使用後差多少 這裡有一個叫做對比 有沒有 這個對比不是調整照片的對比是 比較看看使用前使用後差多少 各位 使用前使用後有差吧 當然這個這一張不是那麼適合啦 我找 我待會再找一張就是比較OK的 比較OK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那 所以說您可以自己決定 如果不要就 還原而已 就從這邊還原 那麼這裡還有一個 除了補光 您覺得 比較 就是說照片可能拍得比較暗 有沒有可能拍得比較亮 有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找 我直接找兩張給各位參考一下 看看說到底是不是 那兩張我好像沒有放在給各位的 裡面 我找一下 呃 好 像這個 這個有沒有很暗 這個我們去那個 墾丁那邊不是有觀山日照嗎 嗯 早知道 就拍日照就好了 你這樣拍人 一定會 背光嘛 所以一定效果會比較差 那您可以補光看看 有沒有差 不夠在家嗎 不夠在家 可以嗎 齁 但是你不要加得太過頭了 加太過頭當然這邊 這個 夕陽就比較差一點 好 因為我們現在調都是針對整張在調 那Photocab他就可以 比較針對局部的齁所以這個是針對 比較暗的 比較亮的 我找一張這個 這裡 好 有沒有比較亮 有沒有比較亮 有對不對 因為這個在 這個在哪裡 在車城 那個叫什麼 欸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叫什麼 屏東海參館 海參館前面不是一個那個大的金魚嗎 欸那個 正中午 那我怎麼知道是正中午 看一下這個 偷偷看一下你就知道怎麼時候拍的 對不對 快接近11點了嘛 那時候 你就知道那邊陽光很強烈啊 8月份去的 不會熱嗎 呵呵呵呵 所以 你從這邊可以知道那 你總不能再補了吧 怎麼辦 借用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工具 有沒有 不能再補光了已經過頭了齁 所以工具這邊 有沒有叫數位減光 不要補了就把它減掉就好了齁 好 那您 預覽是這一個齁 也沒有差 好你可以自己再選擇那個 強度那我們對比一下 原來 青色的水是長這樣 呵呵呵 好您做一個調整 其實你會發現說 數位照片 下次您拍壞了 不要馬上就刪掉 回來可能還有機會 呵呵呵 好反正 底片不用錢嘛 對不對 您稍微調整一下 所以您可以發現我們剛剛講的一個是ESF 一個是工具這邊 那補光就跟這邊一樣 所以就沒有差 然後呢還有一個我們剛剛 有講的是哪一個 ESF 然後這個 這樣沒問題吧 我就做一個小的示範 那麼在這邊的話其實如果說 您是要用在螢幕上來看的 比如說您想要做成光碟 就是 光碟或者電視上啦 這個影片 那麼您可以考慮再加個東西 再加什麼東西 我來 我來用另外一張 我用這一張我們做個比較 您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一個叫反轉片 什麼叫反轉片 簡單來講 就是把顏色 各位老師有看過一個廣告嗎 洗衣精的廣告 洗衣粉 鮮艷亮麗 就是這樣 然後來試試看 我用比較極端的 其實這個比較接近當天的樣子 哈哈哈 有沒有差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把顏色的飽和度調高 好只是他沒有 您看我們剛用到現在有沒有用過什麼專有名詞 好像沒有都很視覺化嘛 對 也光線不夠補光啊 啊是減光啊 然後反轉片 反轉這個大概比較難理解啦 那 像這樣一做 感覺就不一樣 不過這個比較適合什麼 比較適合就在螢幕上看啦 如果你要拿去沖洗出來的 事實上就不用 就不需要因為通常他們沖洗的時候就會自動幫你再處理一下的 你有時候有做反而有點過頭 貴頭呀 那個就做太多所以一般我這個比較有機會用大概就是用在 就是螢幕上 包括做網頁啊有沒有也是啊 螢幕上看的電視上看的都是 這個叫反轉片 所以您可以針對這個 做一個比較 這樣的調整 感覺會真的不太一樣 會真的不太一樣 那這個就是 可以讓老師您看到的 好 我想這個都比較快所以應該老師不用在操作的 那 這裡有一個那麼大一塊的 一直站在家 不介紹他有點可惜 哈哈哈哈 他這麼大當然我們不是要看廣告啦 好 這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照片的什麼 其實就是你照片的什麼 光線的分布圖 您來看一下我們剛剛那兩張 您比較看看喔 如果一張照片是很暗的 您注意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他這個什麼情形 這張照片請問亮的有沒有很多 亮的喔 這裡啊 您都不看天空喔 有 呵呵呵呵 你都一直看我下面 不是不是 上面是不是很亮 所以您看右手邊亮的是不是也很多 右手邊是比較亮的 暗的地方有沒有很多 有 有沒有 暗的地方 只有中間那個 不是很亮 也不是很暗的 很少 所以您看中間 這樣了解那意思了嗎 欸 那我如果講一個東西你就會啦 這就跟現在的情形一樣嘛 呵呵呵 M型話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比較極端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看那我在 把剛剛那一張 這個 太過亮的 我把它拿出來給您參考一下 你有發現這張情形是什麼 有沒有發現亮的非常多 可是真正暗的 最暗的最多到這裡而已嘛 有沒有 是沒有 純黑色的沒有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邊 事實上就可以去看 看到他分佈的情形 那你就知道你要做什麼動作 那以我們這邊來講 你看我們剛剛加的 減光 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他往這邊跑了 他往左邊移動有沒有 往這邊跑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所以 其實我們在調是這樣 這個也會變化 那你就會比較容易清楚說 您 在照片可能還需要做哪些的處理 好哪些處理 這樣覺得 有簡單嗎 有視覺化啦 好 所以我們幾個 簡單的那個 照片處理我就先提到這邊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你現在會 幾個基本的 其實啊對我突然想到還有一個沒講到 因為現在還是有人喜歡那種 舊照片的感覺有沒有 像我以前高中畢業的時候那時候流行就是黃色的比較偏黃色那一種 如果您有點頭可能我們是同年級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然後 我們就點一下有沒有 這樣啊或者是再更更深就是更多一點 您可以在這邊齁 他的應該是效果這邊啦 我有點我看一下啊不是 有一個叫做 欸那沒看 單色單色這裡有沒有 核色 啊或者你要做黑白的啊 有些人就是 欸現在復古嘛你可以稍微做一下 效果感覺就不一樣啊 嘿呀嘿呀 嘿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喔剛剛這邊 這裡 去做 那或者 欸他們如果您有在玩攝影的他們有一些喜歡有一種東西 叫做什麼 叫做 影樓風格 他那個 好像叫做Moro Moro風格 你點一下 他會變 就是 所以 下次婚紗就不用拍了 哈哈哈哈 還是要啦 欸 欸您可以自己稍微參考一下這樣 好就是 會有一些 以前可能叫所謂暗房嘛對不對 對您要處理的那現在就透過 這種數位的方式我們直接來挑 當然您可以決定那個力度要不要那麼多 就不會覺得說啊好像 影響很多 欸所以您可以從這邊 那 他這裡還有什麼 ROMO風格 會像這樣 我想這個其實 我比較少會這樣用啊 不過 還是跟老實講 欸你基本的處理還是可以 像這樣去處理一下 效果實際上還不錯 好效果還不錯 好 OK之後我們來看這裡囉 基本的會了 再來 這是我最常用的 欸我們要加邊框 加邊框那在 用之前 我先稍微把這個暫停一下 大家